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封面北台大環境比較吹偏南風 不過台灣仍舊有一些殘餘的水氣 所以中南部地區上半天 依舊有下起一些零星的雨勢 其他地區維持多雲稻晴 可看到陽光露臉 但是到了午後時 受到熱力左右影響之下 像是中部以北地區 東半部跟各地的山區 就很容易會下起雷震雨了 尤其是大台北地區 東北部還有中部以北的山區 整體的雨勢是比較明顯的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 甚至會有雷擊強震風 比較劇烈的天氣型態出現 那溫度方面今天依舊是很暖熱 各地高溫可以來到32到35度 越往南走溫度越高 像今天在屏東就已經在上半天 觀測到了36度以上的溫度出現 當然下午之後如果下雨的話 整體的高溫就會略降一些了 而明天開始太平洋高壓會犧牲 就把台灣附近的水氣給推移開來 所以明天開始 各地的漲雨狀況就會漸漸趨緩 還包含這個午後雷雨的部分 不過漲雨熱區是一樣的 中部以北地區東半部 還有各地的山區 到了下午之後 依舊很容易會下起一些雷雨 尤其大台北東北部 還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那到了週五週六跟下週日呢 持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水氣也是減少 但一樣呢 中部以北東北部跟各地的山區 還是要留意會有一些雨勢 只不過因為水氣進一步減少了 所以整體的降雨狀況呢 還會再趨緩一些 那溫度方面則是稍微的增加 各地高溫可以來到33到35度 花東中午地區甚至會有36度的溫度出現 接著通過圖卡 一顆來關心一下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30到32度 台北新北落在31到35度中間 桃園31到34度 新竹31到33度 苗栗也是31到33度 中部地區 台中32到34度 彰化32到35度 南投雲林嘉義31到35度中間 上半天零星雨 午後山區容易會有比較大的雨勢發生 南部地區 台南31到34度 高雄32到34度 屏東31到34度 也是上半天零星雨 午後可能會有些雷雨出現 東部地區 宜蘭29到32度 花蓮30到32度 台東30到33度 其中宜蘭要留意午後會有局部大雨 外到地區 廉江26度 金門29到32度 澎湖30到33度 降雨機率最高來到20% 小丁寧提醒大家 接下來幾天天氣變動不大 但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午後容易下起雷雨 尤其北部 東北部跟山區要盛防 雨勢會比較大一點 再來就是天氣都很悶熱 而且紫外線很長 老生常談就是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曬 多多補充水分了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